马尔蒂夫 我们都知道马尔蒂夫是度假天堂潜水圣地 但要找寻生态环境丰富的优质度假村 是不是总是让你伤透脑筋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几家度假村 让你轻松窥探马尔蒂夫得天独厚的海底世界 第一家阿米拉 马尔蒂夫阿米拉度假村 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保护区内 岛上共有沙滩屋、树屋、水上屋三种房型 其中最邻近珊瑚断崖的水上屋 坐落在深浅交界地带 让你从别墅就能轻易到达优质的潜水海域 附近浑然天成的蓝洞 更是让潜水客深深着迷 第二家Intercontinental 马尔蒂夫洲际度假村 临近国际生态保育区 拥有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 想要体验好的浮潜 不一定要参加出海活动 在周际度假村 随时随处都能轻易体验 岛屿周遭绝佳的迷人生态 不会游泳怎么办 不用担心 周际特地打造了西湖区 提供安全且优质的浮潜环境 让旅客与海龟轰鱼共游 不再只是梦想 第三家 Six & Sis 拉姆 马尔蒂夫六扇拉姆度假村 位于拉姆环境上唯一的度假村 少了许多人为破坏 这里的海洋资源相当充足 适合潜水的地点也相当的多 度假村周围也有浮轰棲息地 经常能看到浮轰的出没 每年3到7月更有海龟上岛产卵 在海洋生物专家的保护下 旅客也可以一起欣赏 小海龟第一次出海的可爱模样 第四家 LUX 马尔蒂夫南利式度假村 岛屿周围拥有50个美丽的潜水点 数千种珊瑚礁鱼、海豚、海龟、烘鱼等等 这里都能轻易窥见 除此之外 这里也是全球知名的金沙聚集地 想要和世界上最大的水中生物一起共游 可以参加度假村的出海活动 不论深浅和夜间潜水 LUX 的海底世界绝对让你惊艳 第五家 马尔蒂夫四季兰达度假村 酒店位于巴桓郊 是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证的绝佳生态环境区 作为浮轰保护组织总督的据点 四季酒店提供浮轰来电通知服务 第六家 Red is in Blue 马尔蒂夫历生度假村 2020年开幕的历生度假村 位在亚历南环礁上 这里已全年可观赏金沙文明 也更容易欣赏到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 周围丰富的水下世界 让你不需参加出海活动 也能有绝佳的浮潜体验 可以说是潜水爱好者的最佳天堂 马尔蒂夫丰沛的海洋生态环境 和浑然天成的美 一辈子一定要去体验一次看看 以上六家度假村更是不要错过哦